欢迎来到保险新闯村准备好跟着萌萌去旅行了吗 Ready Go 去欧洲深耕国家要怎么保旅评险呢 暑假过后我准备去法国留学咯 我之后要去法国找你玩 好啊 我最近才刚投保欧洲深耕旅评险 这样才能申请深耕签证 咦 那是什么保险呢 如果我只是去法国10天找你玩也要保吗 其实就是符合欧洲深耕国家规定的旅评险哦 如果是留游时或长期居留停留超过90天以上 就必须申请深耕签证 也一定要投保欧洲深耕旅评险 但如果只是来欧洲深耕国家旅游 没有超过90天的话就不一定要投保 如果欧洲医疗费用贵桑桑 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有足够的保障才安心啊 哇 那投保欧洲深耕旅评险有什么规定吗 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医疗保额最少3万欧元以上 保障需涵盖所有医疗费用 保险公司必须在深耕境内设有联络点 保险公司需提供医疗费用待电服务 如果在国外发生事故住院时 由保险公司将医疗费用 租给欧洲当地的医院哦 这样我了解了出发前会先记得投保 提醒要记得索取英文投保证明 待在身边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